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7月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中告诫各机关官员 为各级干部立下标准 强调有四种官不能做 包含不做政治麻木 办事糊涂的昏官 不做保时中日 无所用心的懒官 不做推为扯皮 不思进取的拥官 以及不做以权谋私退化变职的贪官 对于外界传出党内打响反腐行动后 地方纷纷传出为官不为和官不聊生的现象 也就是各级官员怕被举报检举 为了自保的情况下 改采代工不担当的为官态度 对此习近平也在会上强调 必须正确处理干净和担当的关系 绝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 不作为的借口 要把干净和担当 勤政和联政统一起来 勇于挑重担子 肯硬骨头接烫手山芋 此外习近平也指示 要大力加强对党的忠诚教育 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并要求青年干部强化政治理论 增强政治定力 提高政治能力 防范政治风险 同时要带头做到两个维护 也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感谢观看